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作外计师审计技术班的内容 那我们继续讲解第19章审计报告第5节的内容 下边我们看口3 管理层对审计范围施加限制的处理原则 您听好了 如果您作为高大上的著作外计师 您在埋幼城街审计业务时 你就知道管理层将会对你的审计范围施加限制 你压根都不应该接这个业务 但是我怕怕什么 你在承接了审计业务之后 您上了贼船之后 您才注意到管理层对审计范围施加了限制 您要进行判断 如果这个限制既不重大也不具有广泛性 貌似没什么 但如果你认为这些限制可能导致财务报本发表保留意见 慢点 对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发表保留意见是重大且不具有广泛性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这是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也就是说您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至少达到了重大这个级别 那诸多管理层应当要求管理层消除这些限制 他听你的吗 不一定 那么将来的处理原则如果管理层拒绝消除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欺负你跟谁去告诉治理层 除非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 诸多管理层应当就此时与治理层进行沟通 这个结论要记住 另外您不是对我审计范围施加限制吗 条条大路通过马 这条路走不通 我看看能不能实施替代程序 你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果我能通过实施替代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这种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就不叫真正的受到限制 我说清楚了吗 好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要注意它的审计影响 如果未发现的错报 比如说真的存在 可能对财务报本产生的影响重大 这个影响重大不重大 是不是就要定量的去判断 超没超过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 超没超过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还要定性的去判断 对吧 影响没影响随意变化的趋势 影响没影响监管机构的要求等等 如果是重大的 但不具有广泛性 那我们不就出保留意见吗 这不就是我们表19-1的决策表吗 如果未发现的错报 假如说存在 可能对财务报本影响是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有没有重大错报 这不是在说重大不重大错报 是你该查的查不了 那么以至于发表保留意见不足以反映情况的严重性 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解约 如果我在解约前我要跟治理层沟通 我审计过程中发现的所有将会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所有错报事项 哪怕我查了一部分 我发现一部分大错 我也要跟你说 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是不是至少得达到什么重大这个级别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审计范围周到限制有一种猜的成分 有人说你这么说不严谨 实际形象就这个意思 我查不了 但我又觉得这里边有重大错报 那我就认为它重大 我再看看它是不是具有广泛性 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我提示大家预访 如果在出具审计报告前解除业务约定被禁止 或者不可行的 记住了 这个结论最好能够背下来 我们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 只要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达到重大且广泛 我本该解除业务约定 我没办法解除业务约定 我只能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在前面说过 而且后边你会发现 它会增加一个其他事项段来说明这件事 别错 那么下边还有一些情形是什么呢 就是我明明本该解除业务约定 但由于法律法规的要求 我著作会计师只能打掉门牙网杜立业 继续执行审计业务 我只能忍着泪水 把本来该解除业务约定的审计业务 我继续执行 那么哪些情形会导致这种状况 比如说我住的外计师接受委托 审计公共部门尸体的财务报表 我受国资委的委托 我审计你的报表 可能哪怕已经达到无法表示意见的级别了 我也不能解决 或者住的外计师接受委托审计 涵盖特定期间的财务报表 或接受一定期间的委托 在完成财务报表审计前或受托期间结束前 不允许解除业务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委屈 我已经很高大上了 但是我没有满身散发的同袖味 我本该解除业务约定 但我没有解除 那住的外计师可能认为 需要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事项段来语说明 所以大家记住了 当你无法审计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高大上的那个身价拿出来 首先想到的是解约 解不了 才出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 才需要加其他事项段 诉说您老人家的委屈 是先想到解约 解不了 才出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 我说清楚了吗 别错了 那么这是标题二的全部内容 那下本我们看标题三 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如果您出了保留意见 出了否定意见 出了无法表示意见的报告 从我们审计报告的格式上来说 跟我们前边参考格式的19-1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到底有什么不同 用背吗 不用 看看 一定要理解这节点 您是未来高大上的注的怪奇师 您连每一种报告的模板都记不住 貌似有点不像话 第一个 形成非无保留意见的基础 但一共说了七句话 只要你出的不是无保留 首先第一条 你要注意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的一致性 为什么要格式内容跟审计意见一致 它的作用是有助于提高使用者的理解和识别存在的异常情况 将来我就会修改标题 我如果是无保留意见 在审计意见下边 是不是叫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对 如果你出的不是无保留 就叫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而且在这里边 你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发表了这三种非常各色的审计报告 我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 紧贴审计意见段之后的这部分 四种类型的报告都有 这是修改标题 另外从描述方法上会有区别 比如说当你发表保留意见不太完美 或否定意见太不完美时 我助的外界是应当修改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形成否定意见基础部分的描述 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不是要说四句话吗 最后一句话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为发表否定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再说一遍 无法表示意见 不这么说 只有我们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才这么说 能问一句吗 无保留意见 咋说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别错了 这是第一个 当你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它很特殊 你也叫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但是你在这一部分 不应提及审计报告中用于描述 柱头怪记师的责任 我没责任 该查的我查不了 该看的我看不了 该问的我问不了 我啥都没查 我也没发表意见 我有啥责任 也不应说明柱头怪记师是否已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后边有参考格式 您会详细的看到 这是第一个 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要跟你的审计意见类型相一致 第二 我们要量化财务影响 就是将来财务报告存在具体金额的重大错报 你诸多怪记师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 你也要说明并量化财务的影响 比如说 被审计一代位首提累计者就失望 导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需增十万 导致利润怎么怎么着 一定要多少多少万元 多少多少万元 多少多少元 给人家说的明明白白 能用数字去说话 不要定性去说 如果你真的无法量化财务影响 你在这一部分要说明 你为什么不能量化财务影响 这个是第二条 第三条 有一些本来就是定性披露的重大错报 你没披露 我一定要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解释 这一部分错报错在哪 在这一种情况 它就是一个定性的披露 你就不一定能量化 所以能量化的尽量给我量化财务影响 不能量化的 那也没办法 第四存在于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相关的重大错报 应该披露 说的非常凶 但您就是没披露 当他达到大错的级别 我应该怎么办 第一 我首先应该跟治理层讨论 管理层应该披露 没披露 你儿子欺负你 我当然向你父母告状 第二 我要描述此信息的性质 第三 如果可行并且以针对未披露信息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包括对未披露信息的披露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你没发现吗 我诸子管理层还是不甘心 我就是要跟你治理层讨论 我就是要描述此信息的性质 等等 是不是所有应该披露的信息 都一定要披露 不是啊 第十九章第四节 关键审计事项 你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但法律法规禁止 你就不披露吗 你存在关键审计事项 但是坏处大约好处的 你就不披露吗 所以存在下列情况之一 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 披露遗漏的信息是不可行的 换个词 我就不应该披露 比如说 我管理层还没有披露 在我们第四节 是不是叫原始信息 对 他都没有说的 你著作怪师大喇叭 你到处去说 或者著作怪师不意获取这些披露 那我可以不披露 还有根据著作怪师判断 在报告中披露过于庞杂 我不可能审计报告写的180印 那这时我可能不披露 所以不确实可行的 我们可以不披露 第五个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你要说明你无法获取审计证据的原因 把你的委屈告诉别人 第六个 披露其他事项 这个内容太多了 我在后边一补充内容 一给大家展示 第七个 对形成某某意见基础部分的可理解性的考虑 我在补充内容二给大家说 也就是说 如果你出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七个方面都是您老人家要注意到的 那具体怎么体现 我后边会给你举例 你会看到这些举例 我先说补充内容一 记住了 不得进行选择性说明 啥意思 如果我发现你有重大所报 我也发现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可能一个较重 一个较轻 我俩都要说 就这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相关情形 其实已发现的重大错报 具有广泛性 本来该出否定意见类型的报告 对吧 重大错报且具有广泛性 否定意见类型 足以导致发表否定意见 著作外计师仍然需要对其余 不涉及上述重大错报的财务报表项目 按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并完成审计工作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背着你那位夸张一点 说我有一百件事需要你著作外计师去查 可能你查了其中的十件事 你就发现一个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的错报 也就是说你的报告类型已经定调了 就是否定意见 那剩下的九十件我还查吗 查 一定要查 这是规矩 那么第二个 即使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可能产生的影响 足以导致我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那么我还查吗 查 除非属于在可行时解除业务约定的情况 诸作外计师仍然需要对审计范围没有受到限制的方面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并完成审计工作 也就是说我这一方面查不了 那其他的能查的我尽可能的查 就是尽量的往前查 尽量的往前审计 就这意思 那么将来处理原则是什么 诸作外计师应当在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 说明注意到的 将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所有其他事项及其影响 把这句话您就是类兔鞋也给我背下来 我说的很清楚 类兔鞋要给我背下来 我说清楚了吗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所有的审计工作都完成了 我发现两个重大错报 其中一个重大错报 我能出去否定意见类型 而另外一个重大错报 我可能才能出去保留意见类型 将来你发表否定意见正常发表 导致你出去保留意见的事项 该说你还得说 就这意思 比如说我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其中某些事项导致我出去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而另外一些事项也是犯为受限 但却导致我出去保留意见的 那将来我的报告肯定是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但保留意见的事项该说还得说 有人说我还是没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将来大家经常看电视剧这种法院判决 这种法院判决 他就会把每一项罪名都给说出来 比如说这个人犯偷盗罪夸张一点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貌似狠了点 这个人犯享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 比如说五年 这个人犯杀人罪 判处死刑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论罪过大罪过小 他每一件都说 最后他说合并执行死刑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能给我背的些来 诸多冠军师应当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说明 注意到的将导致发表非母保留意见的所有 所有所有 这儿代所有 事项极其影响 不再单数 那么对于补充内容二 其实就是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的整体结构而言 我们要考虑采取下列方式提高这部分内容的可理解性 因为这部分内容在诉说你的原因 你为什么出去了上边的特殊类型的审计报告 这块内容几乎是2022年新增的内容 我还是希望大家多看看 比如说第一个增加标题 如果非母保留意见涉及多个事项 可以简要的概括对每个事项分别增加一个小标题 比如说这是因为存货跌价准备的 那个是因为商与减值的 这有助于使用者更直观的了解相关事项 影响到的财务报表的具体领域 以及判断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程度 我可以增加小标题 第二个就是相关索引 如果非母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在财务报表付诸中有相关披露 你要索引至相关的付诸 有助于报表使用者了解这些事项的具体情况 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相应的描述 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 单个事项的描述而言 著作外界是需要从使用者的角度 决策有用性的角度考虑 如何恰当体现相关描述的恰当性和理解性 你毕竟已出去的审计报告 是为了财务报表使用者使用 所以为了增加可理解性 我就增加指标题 我进行相关索引 我要考虑具体的描述 不用背 但您要会 我们看2013年的这道简单题 其实它就是在告诉你 不能进行选择性说明 审计项目组认为 丁公司管理层在运用持续经营假设不是的 慢点 如果你明明用持续经营假设不是的 你还死鹰派 给我继续用持续经营假设 我直接发表否定一件类型的报告 记得第17章第3节我给您画一个图吧 并发现年末存货 余额存在重大挫暴 这个挫暴的影响是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也就是说这件事应该出去保留意见的报告 数罪并罚最终我定的基调一定是否定一件 审计项目中你就持续经营问题 对丁公司2012年财务报表发表否定一件 但不在审计报告中提及存货的重大挫暴 错了 一定要提及 这句话要回说 诸多管理师应该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说明 注意到的将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所有其他事项及影响 所以问你根据上述事项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判断项目组的处理是否恰当 肯定不恰当 即便发表否定意见 也应该在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这就是我们中史学给答案不讲究的地方 他还说非无保留意见 你可以说直接在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说明注意到的 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所有其他事项及影响 这句话不是我让你背的 如果你不背 你怎么能达得上这样的内容 这是我们所说的括号一 括号二 审计意见的部分 如果是无保留意见叫闪计意见 接下来是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 没了 他的处理原则我提示一下 如果你发表的是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不就是不太完美吗 比如说存在重大挫暴 但不具有广泛性 范围受限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我们要区分清楚你是因为存在重大挫暴呢 还是反计范围受到限制 总之肯定没有广泛性 广泛性不就是否定或无法表示吗 有没有发现表19-1特别重要 对 它就相当于你学的交规 你跟我说连交规都不会 你跟我说你会开车 胡说八道 假的 当存在重大挫暴 但不具有广泛性时 我诸多怪计师应该在审计意见部分说明 诸多怪计师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以外 后付的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 基础编制 公允反应了什么什么 记住了 我只对你这方面不满意 我在这已经说了 除了这方面别的都满意 这不就是不太完美吗 而如果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但不具有广泛性 我们要说除什么什么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外 这样的措辞 只要说除什么什么之外 都是不具有广泛性 要是广泛性 你还能说出来除什么什么之外吗 不能 只要说不具有广泛性 我们的措辞都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样的字眼 这是不太完美 如果你发表的是否定意见 啥情形 存在重大挫暴 且具有广泛性 你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啥情形 范围受限 且具有广泛性 这两种不论是哪一种都具有广泛性 而且我们广泛性说了 要不然你数量多 要不然你比例大 要不然你披露 跟财务报本决策至关重要 我们先说否定意见 不怕麻烦再问一遍 什么是出去否定意见 类型的报告 是存在重大挫暴 且具有广泛性 我才出否定意见 类型报告 如果真的断定 你是否定意见 类型报告 我诸多怪 其实应该在审计意见部分 说明 由于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所说事项的重要性 后付的财务报本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不直接就给你否了吗 没有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编制 未能供应反应 所以除什么什么之外 这种是不具有广泛性 而具有广泛性的 通常是说 由于形成否定意见 基础部分所说事项的重要性 所以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 这叫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是范围受限 也是重大且广泛 那么将来 诸多怪计师应该在审计意见部分 说明不对后付的财务报本 发表审计意见 用背吗 不用 后边参考格式 我会让你看 是由于形成 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 所述的事项的重要性 发现了吗 他都会说 由于什么什么 所述事项的重要性 这就叫具有广泛性 不具有广泛性 他通常会表示出什么什么 以外 这种词 诸多怪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发现了吗 无保留意见用的是审计意见 但无法表示意见回归本质 回归最初还用的是审计意见 这种词 同时 诸多怪计师应当将有关财务报表已经审计的说明 修改为诸多怪计师接受委托审计财务报表 他没有一个字 乐 乐表示完成了 无法表示意见 没有乐这个字 所以我为什么说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特殊 道理就在这 诸多怪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 记住了 如果你发表的是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这个诸多怪计师的责任部分几乎没区别 就在最后一句话有区别 哪句话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为发表审计意见 为发表保留意见 为发表否定意见 提供了基础 而如果你达到了无法表示意见的程度 我们诸多怪计师应该对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当中 诸多怪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行修改 前三类 无保留 保留 否定 都一样 只是最后一句话有区别 而无法表示意见 我啥都没查 我就要修改相关内容 第一 第一句话 跟前三类一样 诸多怪计师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诸多怪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对备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执行审计工作 以出去审计报告 第二句话就不一样了 但由于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 所述的事项 诸多怪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第三 声明诸多怪计师在独立性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虽然我该说的我没有说 该查的我没查 该看的我没看 但是我的德是没问题的 我立身还是挺正的 就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谓的标题三 说一百遍 不如大家看两个参考格式 跟参考格式19-1完全相同的内容 我就忽略了 我只把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展现在这 比如说参考格式19-4 这是由于财务报本存在重大挫暴 发表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存在重大挫暴 要发表保留意见 说明它不具有什么广泛性 标题审计报告 收件人某某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某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标题一对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 如果没有其他报告责任段 也不应该有它 在这有区别 我们无保留意见 这写的是括号一 审计意见 保留意见 这些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这些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这些无法表示意见 而且它用的措辞是我们审计了 听好了 无保留可以写 我们审计了 保留可以写 否定可以写 唯独无法表示意见 不能写 唯独无法表示意见 不能写 我们审计了ABC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 包括2051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2051年度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付出 这就是审计意见的第一部分 我们原来称之为引言断 如果是保留意见 它后边多这么一句话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所属事项产生的影响以外 除什么什么以外 不具有广泛性 由于什么什么的重要性 具有广泛性 这是措辞的一个区别 后边一模一样 后复的财务报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与反了ABC公司 2051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 以及2051年的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 没了 不同的我跟你说一下 括号二 如果是无保留意见 这写的是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保留写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四种全都一样 我希望大家看一下下边这一段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 包括我们前面2014年那道多选题 就是从审计报告的模板里边挑出的举例 他说ABC公司2051年12月31日审计的时候 资产负债表中存货的劣势金额为多少多少元 这叫量化财务影响 再说一遍 这叫量化财务影响 ABC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根据成本对存货进行计量 而没有根据成本与可编限制输低的原则进行计量 这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这叫有错 这叫有错 ABC公司的会计记录显示 如果管理层以成本与可编限制输低以来计量存货 存货劣势的金额将减少多少多少元量化财务影响 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将增加多少多少元量化财务影响 所得最经历的股东权益将分别减少多少多少元 多少多少元 多少多少元 这样量化财务影响 有没有发现这段文字是在说原因的 是在说明我为什么出了保留意见 然后后边的内容 实际上跟我们著作怪计是责任相关的 这四句话是一样的 第一句话 我们按照中国著作怪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的审计工作 四种类型全有 第二句话 审计报告的著作怪计师对财务报告审计的责任部分 继部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记住了 第四种类型没有这句话 第四种无法表示意见 没有这句话 我没查过有什么责任 第三 按照中国著作怪计师职业道德首责 我们独立于ABC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四种类型都有 但第四句话 无法表示意见没有 他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实当的 为发表 无保留意见叫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这儿叫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再往后是为发表否定意见提供基础 但无法表示意见不是这么说的 我强调了半天注意这儿的区别就在这句话的区别上 如果你要有其他信息该说你就说 但是哪种报告类型不能加其他信息来的 对 无法表示意见 当你发表的意见是无法表示意见 既不能增加关键审计试相段 也不能增加其他信息试相段 别错了 这是参考格式19-4 相同的我就没再给大家 然后看参考格式19-5 由于合并财务报表存在重大挫暴 发表否定意见 这叫具有广泛性 比如说你合并范围出错了 标题还是审计报告 然后抽点人还是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没有标题一就没有标题二 这儿直接叫否定意见 不怕麻烦 再说一遍 无保留意见叫审计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到否定意见 还说我们审计了 ABC股份有限公司机器 这多了几个字呀 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就多了两个字 合并 包括20某一年12月31日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某一年度的合并利润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或者叫股东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的合并财务报表辅助 我们认为 由于形成否定意见基础部分所述的重要性 一说由于什么什么重要性 这就叫具有广泛性 还记得不具有广泛性怎么描述 除什么什么之外 后付的合并财务报表没有 直接给你否了 太不完美了 没有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某某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的规定 编制 未能 公允反映了ABC集团 20某一年12月31日的合并财务状况 以及20某一年的合并经营成果 和合并现金流量 别错了 括号二 这就叫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依次说一下 无保留意见 叫形成审议意见的基础 保留叫形成保留意见基础 否定叫形成否定意见基础 无法表示意见 叫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这块内容标题是四种类型都一样的 这不是在诉说委屈 我为什么出具了否定意见类型报告吗 记住了 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量化财务影响 我们往下看 如财务报告付出第几条所述 20某一年ABC集团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获得对XYZ公司的控制权 因未能取得购买日XYZ公司某些重要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 故未将XYZ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告的合并范围 慢点 你如果合并范围出错了 导致你合并报本的多个报本项目出错 这叫什么数量多肯定是具有广泛性的 按照某某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 该集团应该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并以暂沟金额为基础核算该项收购 如果将XYZ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本的范围 后复的ABC集团合并财务报本多个多个多个就之前的这两个字 这叫数量多 多个报本项目将受到重大影响 但我们无法确计 未将XYZ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对合并财务报本的影响 这叫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就之前在多个这两个字上 然后看他这四句话 前三句没区别 我们按照中国著作怪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了审计工作 第二句 审计报告的著作怪计师对财务报本的责任部分 既不阐述了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第三句话说得 按照中国著作怪计师的道德守则 我们独立于ABC集团 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第四句话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否定意见提供了基础 无保留意见 这说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基础 为发表否定意见提供了基础 再说一遍 无法表示意见 绝不是这么说的 别错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句话 如果有其他信息 你正确的在这写的就可以了 这是参考格式19-5 终于来了 给了一个参考格式19-6 是由于无法获取财务报本多个要素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出去无法表示意见 多个那不就叫具有广泛性吗 审计报告没问题 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全级股东 某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都没问题 在这儿 是无法表示意见 不怕麻烦再说一遍 无保留意见是审计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这儿有重大的变化 前三种类型都说我们审计乐后付的 而这儿说我们接受委托审计 没乐 再说一遍 没乐 乐表示已经审计 而我现在受到的范围是重大企业 具有广泛性 我没审了 是我们本该审 没审了 所以没乐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后边的内容一样 再往下一段 你会发现它非常特殊 这个 是我们无法表示意见特有的 跟前三种类型都不一样 我们不对 后付的ABC财务报本发表审计意见 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基础部分所属事项的重要性 除什么什么之外叫不具有广泛性 由于什么什么重要性叫具有广泛性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财务报本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看见了吗 又回去了 无保留意见叫审计意见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到这儿无法获取时 再次说成审计意见 他并没有说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某某意见 提供基础 他在直接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财务报本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这是无法表示意见特有的一种阐述 您老人家千万千万别错了 括号二 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 这是没问题的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没发现这块内容我讲的跟老和尚念经似的 没办法 多听多看才能记住 我们于2052年1月 接受ABC公司的审计委托 因而未能有这种字眼 就是无奈 范围受到限制 未能对ABC公司2051年出金额为多少多少元的存货 和年末金额为多少多少元的存货 实施监盘 范围受限意料说这句话 此外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存货本来就让我很无奈 并且 ABC公司于2051年9月采用新的应收账款 电算化系统 由于存在系统缺陷导致应收账款 出现大量错误 存货查不了 应收账款还存在大量错误 这叫重大企业具有狂反性 截止报告日 管理层仍在纠正系统缺陷并更正错误 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的审计程序 这不就是无奈吗 以对截至2051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 总额多少多少元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存货 应收账款以及财务报本其他项目做出调整 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所以他给了一个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括号三 国立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本的责任 跟前三种一样 这有变化 著作怪计师的责任段 我们著作怪计师的责任段 本来应该是什么 四句话 而这第一句话 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著作怪计师 审计准则的规定 对ABC公司财务报本执行审计工作 以出具审计报告 没毛病 但是第二句话就开始不同 但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基础部分所述的事项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第三句话跟我们是一样的 按照中国著作怪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我们独立于ABC公司 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他四句话 现在只变成了三句 而且把第四句话提前了 对 这就是无法表示一家很特殊的地方 用背吗 不用 多看看 您是高达上的柱头怪计师 这样的区别 是您老人家必须要知道的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第六节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终于到塌了 和其他事项段 我们先看标题强调事项段 什么叫强调事项段 先给个概念 是指审计报告中含有的一个段落 该段落提及已在财务报告中 恰当列报和披露的事项 第一 我已经恰当列报披露 绝对不存在重大错报 记住了 有错的事 不能给我以强调事项段去代替 并且根据著的外计师的职业判断 该事项对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 财务报告至关重要 有说老师 第四节说 根据我诸多外师的职业判断 我认为对本期财务报告审计 最为重要的事情 而这儿说对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 财务报告至关重要 那到底关键审计事项 跟强调事项哪个更重要 都重要 都重要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如果身为男士 我要问你 你亲娘重要 你丈母娘重要 你敢说哪个更重要吗 他没有可比性 关键审计事项是 从我诸多外计事角度 我认为最为重要 而可能强调事项段 是我诸多外计事 更容易站在财务报告使用者的角度 我认为他理解财务报告至关重要 理解财务报告至关重要的事 是不是就是我 诸多外计事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最为重要的事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大家注意 他有一个优先的先后顺序 当你认为这件事既要满足关键审计事项 又要满足强调事项的定义时 你要想说到 假如说我想突出的说到 我就把它放在关键审计事项段里边说 就整个意思 但是你不能脚踩两只船 你不能说我关键审计事项段里边说这件事 我强调事项段里边还说这件事不合适 就这意思 那么在这儿有这么一个理解 我们加不加强调事项段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已经在财务报告中恰当猎报和披露 这是最为重要的一句话 重要到什么程度 它是区别强调事项段跟其他事项段最大的一个区别 强调事项段是已经在财务报告中恰当猎报和披露了 而其他事项段恰加是没有在财务报告中猎报和披露的事项 第二 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财务报告至关重要的事项 第三 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该事项在财务报告中不存在重大错报 有错的事绝不能加强调事项段 有错的事绝不能加关键审计事项段 一定是没错 如果套用关键审计事项段的说法 强调事项段 这是完美的事项 在这儿我稍微提示大家一些 有人说你定义给我念完了 理解也给我理解完了 但我还是不懂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已抛出这个定义 脱离开这定义 我是不是现在换能片就展示三句话 对 我就说第一句特别特别重要 第一句对你考试特别特别重要 这就叫强调事项段 我满足三个条件 不信你看 第一 这句话是不是已经体现在我换能片中了 对 对于我们审计就是已经在财务报告中 恰当列宝和披露 第二 我说了这句话特别特别重要 根据我的职业判断 我认为对财务报告审计则理解财务报告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一直在说这句话重要 第三 这句话有错吗 没错 我说的话怎么可能有错 有人说你这有点太夸张了 我自认为我说的话有错的话 我会重新 比如说我举下手 我说这个我录错了 我要重新录一遍 我的错误是你看不见的 那有人说你就没有一句话说错了 只是开个玩笑 就是我已经获取重备时到的审计证据 证明该事项在财务报告中不存在重大所报 第一 这句话我没错 第二句话 我认为至关重要 第三这句话已经体现了我讲义里边了 那么这件事就可以叫强调事项段 就这个意思 那么需要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情形 我在这给大家稍微说了一下 我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我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用被模作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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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用备则 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如果你成为关键审计事项了 你不能交财两只船 你说我还想成为强调事项 那么第二个 某些准则对著的外计是在特定情况下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出具体的要求 用备吗 不用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法律法规规定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不可接受 但是基于法律法规作出的规定 我可能要增加强调事项段 或者提醒财务报告失踪者注意 财务报告按特殊的目的编制基础编制 可能要增加强调事项段 还有著作外计是在日后窒息了某些事实 不就是我们第十八章第二节讲的七后事项目 如果你出去了新的或经修改后的审计报告 我可能要增加强调事项段 不用背 在这儿 我把增加强调事项段的内容都给你放在这儿了 我希望你多看看 你总得知道哪些情况是应当增加的 应当增加什么意思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你必须给我增加 还有可以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情形 别错了 我们先看应当增加 在我们第十八章第二节针对第二十段的七后事项 如果管理层对财务报告的修改 仅限于反应导致修改七后事项的影响 被审计单位董事会管理层类似机构 也仅限于对有关修改进行批准 您是局部修改 您是局部批准 那我 驻托会计师 我可以仅针对有关修改 将用于识别七后事项的审计程序 延伸至新的审计报告日 记得这句话 我是让你背下来的 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出具新的或修改后的审计报告 我要增加强大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说明 我针对七后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 仅限于财务报表相关付诸所述的修改 然后针对第三时段的七后事项 如果管理层修改财务报表 我诸作外计师对七后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 也仅限于财务报表付诸所述的修改 我也应该在新的或修改后的审计报告 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付诸中有关修改原财务报表详细信息 和诸作外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 应当增加的是第二时段的七后事项 第三时段的七后事项 这个您应该总还能记住吧 另外一定涉及到局部修改 局部批准的 我们才应当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不用背 我觉得不用背 多看看 而可以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情形有七种 比如说第一个 异常诉讼或监管行为的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我让人给告了 是因为我承担了一个巨额的债务担保 这时我可以增加强调事项段说明这件事 还有在财务报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之间发生的重大气候事项 也可能涉及到强调事项段 还有在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应用对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新会计准则 还有存在已经或持续的备计代为财务状况产生影响的特大灾难 这种特大灾难是可以增加而不是应当增加 第五个 持续经营假设不适当 我不是死营派 我就用了一个适当的替代假设 而且我财务报表对此做出了披露 我前面一直很低调的说 我有可能增加强调事项段说明这件事 第六个 即使某一会计估计没有得到确认 诸多会计师认为这种处理是恰当的 可能仍然有必要在付诸中披露具体的情况 也可能增加强调事项段 剩下第七个对应数据我们还没讲呢 第七节讲 上期的错报未更正 也没有出具新的审计报告 但是我把本期的期出数给改了 而且改正确了 这时就会形成一种尴尬的局面 上期期末余额是错的 本期期出余额是对的 而且这俩数不一致 为了给报表使用者一个交代 我可能要增加强调这两段 说明说明什么 我的报表上期有错 他没改我本期改了 应当增加跟可以增加 大家多看看 多看看 能背起来更好 背不起来 至少要多看看 在这提示一下 过于广泛的使用强调事项 可能会降低诸中披露具体 强调事项所做的沟通的有效性 比如说就跟我前面说那关键审计事项 第一章大家好好看看啊 第二章大家好好看看 第三章大家好好看看 我每一章都说了 如果我们审计教材23章 我说了20章都重要 那你最后就说 你说的什么玩意 你还不如说整本书都重要 就是强调事项不能过多 听明白了吗 那么考三是在审计报告中 包含强调事项断食 著作怪气是要采取的措施 首先第一个我要用适当的标题 比如说我的标题就叫强调事项 如果有必要 我可能会增加一个死标题 第二我还要明确我的位置 咋就能明确位置 您糊涂了 您告诉我强调事项 是已经在财务报告中猎报和披露的 既然你已经在财务报报中猎报披露的信息 我强调事项段当然应该提及 你是在财务报文的哪块位置猎报的 哪块位置是披露的 所以我要明确提及被强调事项以及相关的位置 比如说我可以说正如附著第九条第三款所列的事项 我明确的说错了 第三个 再说一遍 强调事项不改变意见类型 我们审计意见没有因强调事项而改变 这儿别错了 因为有强调事项 我该出什么意见类型 出什么意见类型 没有强调事项 我还是该出什么类型 出什么类型 别错了 那么第二个强调事项段不能代替的情形 用背吗 不用 各司其食 比如说你本该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不能以强调事项代替 或者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要求管理层在财务报本中做出的披露 或者为了实现公允列报需要的其他披露 不能以强调事项段代替 或者说 当可能导致对被 你在为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情况 存在重大不确定时 您糊涂了 这是专门的一个段落 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绝不能以强调事项段来代替 这些用背吧 你背他干什么 就是马路警察各管一顿 知道就可以了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6年的综合题 当然只是一部分 甲公司是ABC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主要从事肉制品的加工销售 A著作怪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 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状况性是100万 审计报表整体的状况性是100万 5年末多项诉计则 5年末多项诉讼的未来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是可以可以可以听懂了吗 可以增加强调事项段那七种情形一种 A著作怪计师你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与治理层就该事项和你适用的报告措辞进行了沟通 可以增加而且沟通了没问题 恰当还用说理由吗 不用了 到这为止 我们就等于把第六节标题强调事项段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讲时间很长了 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